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秘书长 你看听了以后 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看法务部没有接到你们的协调 所以你看昨天的报纸灯 我们的检察官准备到司法院去6月4号来竞奏抗议 你对这个的看法知道没有 这个 这当然就是说 还有很多沟通的管道 那表达对于最高法院的决议或是他开延迟辩论的案件的有一些看法 那有法定的程序可以表达对于决议的不满 那么对于延迟辩论的案件 那案件本身呢 发回更审以后也还没有确定 所以这一部分是不宜在这个时候就有所表达的 所以你也认为检察官不宜有所这样的表达 是不是 我觉得去那边是 那我请问你 你们有没有去跟法务部啊或是什么去这样的协调 请他们不要来 那个最高法院 我看他们的意思 因为有对媒体有说 最高法院有希望能够 最高法院跟这些检察官有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 那请问法务部次长 那就你所知 我昨天也跟陈次长讲过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协调 不要真的很难看 到这个司法院去来进奏抗议 这个是很难看的 所以我昨天有拜托次长 我说有什么管道没有关系 连我们立法院 我都会邀请他们来 我觉得这个举动做得不好 有没有去沟通 你就知道 昨天委员跟陈市长 陈厂部长提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已经在进行沟通了 对 我是觉得有什么意见 内部先沟通 不要搞这么大的动作 这样大动作真的不好 这样的示范 将来判决以后 人家到 人家你起诉 人家到你检查地监手机抗议 你有最后感想 对不对 对 我非常赞同这个廖委员的告别 不是反对他 具体个案还没有审结 没有确定案件 不是 他现在对司法院的那种要求解释 那个部分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是对这个动作呢 应该先寻内部的管道先表达 内部的管道没有办法以后 我们才来那个 所以我说你们两个都在这边 我看你们都非常君子的人 好 那现在就是第一个我要讲的这个法官学院的部分 现在因为各机关都不一样 连立法院的地方的意见也不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要大家讲的沟通 要家长沟通 这是第一个 那就昨天那个首长来跟我讲 我个人来讲 我是觉得我可以接受他的看法 也就是说检察官 法官 录取了以后 先到法务部那边受训 受完训以后 再到司法院 到法官的专职的训练 再过来就是将来你的检察官 或是律师要转成法官的时候 那个临险的时候来这边 我觉得如果这样做这样的发分 我个人来讲 我是昨天被我们的首长是说服了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这是第一个 那接着就第二个呢 这第二条的条文呢 我倒认为 那个秘书长 我倒认为 刚刚的法务部的这个 这个意见我可以接受 也就是第二条的第一项 你原来是法令所定 法官 他是认为 应该改为林贤法官 你的看法呢 这样的哈 我们现在目前草案的 以 说 文字是说 法令所定的法官职前研习 这样是比较有立法上面的一个弹性 那不会因为法令的改变 比如说 司法人员人事条例的改变 或是法官法以后的改变 或是甚至有其他 零选管道的改变 法律的改变 也许有的时候 选举也可以来啊 也可以选上法官 不会因为这样改变 而要去改变法 我觉得就是跟你 刚才首长昨天跟我讲的 那个目标是一样啊 是你林贤的啊 因为你考试 高考及格以后 先到法务部 不管是检察官或是法官 都集中在那边 先做一些专业的训练 我觉得刚才法务部次长所谈到的 你法官也要对检察官的 将来的征训 将来的业务也要了解 对不对 那个时候 共同的研究 我觉得是正确的 我觉得我是做一个 从我的行政经验来讲 我觉得刚才法务部讲的 我可以接受 那我也是试图的 把你们化解一下 委员 那个 呃 法官 担任法官的人 要了解检察官的业务 就跟担任检察官的人 要了解法官的业务 是一样的 那至于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法务部现在司法官训练所 可以让检察官了解 审判的业务 将来法官训练的 也可以让法官了解 检察官的业务 你所谓法定 法令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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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也是很空泛吗 没有啊 这样就比较有弹性 这样比较有弹性啊 因为法令大家去看 那个法令 那你等一下再讨论一下 是司法人员 研习所 第四项 你其他司法人员 之前的研习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改为 司法院 即首属机关 前面加这个 司法院 即首属机关 然后再加上 其他 其他司法 其他司法人员 之前训练 这两项是可以合并了 好 再过来 可以 这个 第三条 这个是见仁见智啦 因为我们立法院建议 也是建议说 这个是不是由密赏监人 这个我没有什么意见 那第四条的话 那不管是前夕部也 立法院的认为 这个主任秘书呢 因为你这个是一个训练中心 所以呢 职务并不上手上的一个繁重 所以没有必要到十二只等 避免刚刚所谓的委员所讲的 好像又要变成 这个每一个人只等要升高 所以这一个部分 我想我们在 人家协商的时候 我们会讨论 那第七条的话 那我们立法院的这个 这个法治局是建议要删除 我也认为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一些研究发展的话 根本不需要在训练手来发 研究吧 你本身就有其他的司法院里面就有了 所以不必一定要在这边来 跌藏照 我认为这个 这个 你这个对这个看法是怎么样 第七条 这种 研究发展跟司法院做的 那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大概第七条 它有它的 就是特殊性 就是它研究的 你一样你在司法院里面 你其他部门来研究的话 可能会比 它这个是特别是指 那个发展具有 特殊法养成教育所需的 教材的编撰 教育方针的研尼 进修方式的改良规划 国内外学术交流 等一下我们有委员有提一个案子 你们有个林选委员会 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来弄就好了 不必在这边来弄 这是我要提的建议 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的话 一样的 你从司法院调派法官到本院来办事 你们这里面本来就是一个行政 跟一个教学的工作 那你行政工作 你就不一定由法官来兼任 那你不是法官要来做审判 你现在不是法官已经 人员已经签罚了吗 你还用法官来做这个兼任 不是浪费法官 这么优秀的法官吗 没有 这个就跟现在的法官训练所 他也是有专职的导师 所以要改 所以要改 你要的教学也是一样 你要专职的 专职才能够专心 你兼职的没有办法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讲的不对 你兼职有一些 有一部分可以 不能全部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些行政人员也可以专职 但是你不一定要法官派过来 你可以其他的行政人员 高考机格人员来做你的行政工作也可以 不一定要法官来 我的意思是 但是因为他跟审判业务非常有关系 你没有审判的经验 你如何来 来把这个业务做得好 行政工作 办总务 办那些职业 你要法官来办 不是这样 他这里不是说 只有办总务的 我们这是强调的 就是说 这个是办 再过来 那个秘书长 我跟你讲 所以你这个东西 还是不要去强辩 还有那个讲座也是一样 你法官也可以兼认 我当台北市 当财政局长 我也到台北市公务人员训练去上课 我也没有去专职 我那时候去上课 也上的很多 所以我们的台北市公务人员训练的时候 每次完训练以后都会考评哪一个教授 这个讲得最好 廖政局队是第一名 每一期我都是第一名 你知道吗 你可以去台北市去查 所以不一定要专任 你法官如果哪一个 像我们今天的庭长很优秀 请他去上课 可以啊 不一定要专职 专职不是把这个 这个庭长这么优秀的人员浪费在那里吗 委员他所需要的 我把你表达 我记得 我是很 看这资料 我是很公正的去做 因为他所需要的讲座 所以我会建议这条 要把它删掉了 第十二条也是一样 第十二条 你法官法里面七十六条 你在里面付出里面已经讲了 七十六条就已经有规定了 何必要在这边再来 这个这个话车添除再把它加进去 这个是因为那个法官法第二条 第二项所指的司法行政人员指的是 司法人员沿袭所办理司法行政的人员 那就是说在法官法还没有改的 还没有 法官法还没有及时配合修正 那怕我们说这个这个草案先过的话 那这样会有一个落差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规范 那如果法官法那边也改过来的话 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立法部门里面就有建议这个要改掉了 那就是法官法要跟着改了 再过来 那个到有一点我倒要帮你们讲话了 这个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 原来首长是谁你知道吗 我不清楚 你不知道 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的首长 原来是部长监 我先跟你讲 是部长监 一定要得高望重监 后来是 部长的老师 就是等于我的老师 政大财政研究所的首长 张哲瑶 那部长呢 就特别请他得高望重 请他来当这个首长 从那时候开始 财税人员训练所首长 由张哲瑶担任非常长的时间 后来呢 后来现在几任呢 都是由当过署长 当过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去当首长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倒要帮你们讲话 第一个 我当然支持 存立一个这个法官训练 那个学业 来好好地我们法官来训练 第二个 我也希望 能够找一个得高望重的 来做这个首长 因为这样子的话 能够带动我们法官 在训练的时候 可以一个 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这样 再过来最后一点 你那个上课啊 我希望首长啊 要记住 你那上课啊 第一个 绝对不要那上课 那全部在那打瞌睡的 找那个老师来 没有用 你知道吗 要讲一讲真的 很有口才 很会讲话的 譬如我在台北市当财政局长的时候 我上课怎么这样 对不对 我说 哎呀 你看台北市那时候还没有101大楼 我看到了 当我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台北台北车站前面的新光大楼 哇我好高兴 为什么 因为那一个大楼的房屋税啊 就比澎湖 那一个大楼的房屋 再过来第二点 一定要考试 你不考试的话 考试不及格 这样淘汰 这样的话 他才会认真 你那个训练 花的钱才不会浪费掉 第三个 一定要请社会 包含电影明星那些来讲说 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会把他的经验讲出来 这个人生的观 让你知道 所以我们判为你不要笑 很多人很会讲话 你知道吗 我就不要 不要让你这么快上来讲话